文化、男士、男士、男士 文化、男士、男士 我本身抗拒打疫苗 但在整個疫情下 我爸爸剛好就帶病 經常出入醫院 經常不能探望他 後來到我爸爸隔身 只剩下媽媽 我跳過他 為了想好好陪伴家人 想保護他們 就決定打致疫苗 我們本身家很喜歡家庭 但因為疫情減少了 爸爸變成要出入醫院 爸爸比我們更緊張 所以見家人 或者想出去一起吃東西 其實都是困難 雖然打疫苗 大家都會有些不安 但為了自己 為了家人 我覺得最好盡快去接種疫苗 當然要聽醫生的意見 建議可以打 就盡快去接種疫苗 我叫吳以林 一位媽媽的寶貝女 為了想保護自己 痛惜的家人 朋友和同事 我已經接種了疫苗 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你們都快點行動吧